HELLO 大家好,我是武打群的美容姬 那麼最近由於疫情一直在家裡 沒有辦法拍新的素材 那不正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年國慶的時候去日本的旅行嗎 Hello 我現在就是剛去完泡完溫泉 最大的感觸就是大家一定要找一個同性友人一起同行 不然你去泡溫泉就非常的孤兒 我跟你們說我全程是怎麼樣呢 泡溫泉我全程是這樣 就在那種圓形的那種溫泉桶裡面 人家躺著面對面聊 三個人只在一個桶裡面聊 我一個人在桶中間 因為一開始呢還是有一點刺激的啊 因為都是大家都不穿衣服你知道嗎 就... 你... 哎呀你懂了是吧 然後後面呢看著看著就覺得索然無味了 然後我就坐在那兒冥想了一會兒 然後還是出來了 整個過程用了不到20分鐘 所以我覺得泡溫泉那種東西 因為你不能帶手機進去啦 他一些hentai偷拍嘛 是吧是吧 我在說誰 反正我剛剛我的體驗就不是很好 但我覺得我下一次去下一個泡溫泉的地方 我就...學到了好吧 然後第二天呢 就去了 宅男聖地 不對 肥宅 肥宅聖地秋夜園 然後我當時去本職區的時候 我還覺得跟女生去本職區不太好吧 然後去到了之後呢 我發現我已經融入環境裡面了 我已經跟大家差不多了 我有什麼好尷尬的呢 更令我意外的是 我居然看到了一對情侶 那個女生在幫男生在挑 我這算什麼 然後今天會贏了一百塊錢人民幣 應該是可以換成一千四百九十五元的日圓 那我們四捨五入就換成了一千五百日圓 那我們就拿著這一千五百日圓出發吧 它真的有那種新鮮牛奶的感覺啊 這個好好喝 焦糖還是什麼 恩 carrier 好甜 我不太喜欢吃太甜了 不是很适合 这样子一个 把它挤出来 把这个磨取下来 哇好好吃 我天哪 不是我在拍视频的话 我毕竟有一口气就能把十个全部吃了 超好吃的 最后重头鞋来了 最贵的一份 遮合和人民币就是三十块钱 一份的咖喱饭 好甜 我要哭了 它这个鸡蛋里面 估计是放了糖 好甜 我觉得上海人 过来日本一定会很喜欢吃这边的东西 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偏甜 在日本一百块钱能买到的东西真的不多 我现在就好想回国 他们有支付宝有外卖 这才是我来日本的第二个天 头大 那说到这里呢 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值得购买的日本品牌 那就是 这个龙脚伞 大家也知道我平时直播 特别的费嗓子 而且我又是一个慢性炎炎的患者 所以平时嗓子还是挺不舒服的 我还挺依赖这个龙脚伞的 就是这么巧 我刚准备淡尽粮绝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龙脚伞旗舰店 给我发了福利 没错 龙脚伞在国内开旗舰店了 以后再也不需要 长朋友带购了 龙脚伞呢 它有咽喉药 同时也有这种喉咙糖 还有这种小含片 而且我发现这个荔枝薄荷味的 含片是只有国内的旗舰店 才能买得到的 像这两个呢 原味的还有这个柠檬蜂蜜味的 我就完全把它们做成小零食了 哎 知道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是它们的甜度是刚刚好的 吃完以后口气会变得更清新 而且喉咙会很舒服很清凉 就说龙脚伞独具特色的草本微末 是均匀的分布在喉糖里面的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呢也会更好 润嗓还好漆 所以我平时呢出去都会带着 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平时出门的装备 就一个驾照和身份证在里面 我是有证价实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无线耳机 然后其他基本上就是一些头糖了 因为我真的是挺需要它们的 好多 像这个含片呢 它的开口是这种非常方便的封条的设计 然后打开里面的量也是非常的多的 你看这一包我已经吃了一些了 它还估计一包是有四五十颗的样子吧 然后你含着它 它也完全不影响说话 就是你可以一边唱歌 一边开会 一边说话 而且龙脚伞的含片里面呢 它是有龙脚伞独家搭配的草本成分在里面的 对嗓子特别的好 而且它还是无糖的 每一片的热量还不超过一卡路里 所以各位正在减肥的姐妹们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它 龙脚伞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制药历史了 品质放心 所以有跟我一样喉咙经常不舒服的宝宝呢 非常推荐你们买这个龙脚伞哦 那分享完好物我们继续回到喵姬的日本之旅 我第二天的打算呢其实去代代木公园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舞蹈学的up主 所以对代代木公园这个宅武胜利真的有很强的向往 就是作为一个肥宅武剑去玩秋叶园 那就必须得去代代木 今天要去代代木公园啦 我以为10月份的日本应该是非常的冷的 我们想到哇这个太阳 就昨天大雨然后今天又大太阳 就完全没想到是这种天气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日本 难受 哈喽师傅好 我们现在到代代木公园啦 我们现在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去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们到我第一个宅武的打卡地 我到了第一个宅武 刚刚第一次跟日本人沟通了 我问他绿色的房子在哪里 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 但是很开心我迈出了我的第一步 走吧 在代代木自己的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实验 行动 行动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这一期点赞稿的话 我当然就会做下一期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 我都会去看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再见